海带,是一种在低温海水中生长的大型海生蚀藻,蜀海藻类,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蔬菜,同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 中医认为,海带性内微寒、无毒,具有软肩酸结、消炭频酬、绿水消肿、吃脂胶压等功效。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,海带含有丰富的点等框物质元素、热量低、蛋白质含量中等,有益于人体健康和营养,并且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 食用海带可以降低血糖、血脂和胆固醇,可有效预防动脉硬化、便秘、癌症、老年性痴呆和抵抗衰老等。 所以,日本人把海带称为长寿菜,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之所谓居世界第一,海带的功劳可不小,海带价格低廉,营养美味。 所以日本人不仅拟天地吃海带,还制作了五花八门的海带食品,比如调味海带、海带松、海带酱、海带糖、海带茶,还有用海带粉制出来的海带码头、海带糕点、海带饼干等。 下面跟着来看一看,海带都有什么养生功效吧? 降栽膏,海带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点,可促进胰岛素及顺上蟹皮质激素的分泌和葡萄糖在干脏,肌肉组织中的代谢。 从而降低血糖,海带中的盐藻多糖,是一种很好的萨石纤维,使用海带后能延缓为排空和食物通过小肠的时间,既能控制血糖,又有降低制蛋白。 胆固醇,抑制动脉中氧硬化的功效。 海带含有的鹤草酸甲盐能够起到降血压的功效。 硫酸多糖能增强血液中脂肪酶活性,从而降低血脂。 减肥,海带脂肪含量非常低,热量小,是肥胖者减肥的食物。 海带中的颠刻促进血液中甘油三脂的代谢,并防止血液酸化,有助于乱肠通便,而且热量很低。 海带中还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及食物纤维。 它可以迅速清除血管管壁上多余的胆固醇,同时在肠道中能将食泥中的脂肪带出体外。 抗癌抗辐射,海带中的硬度多糖可以通过激活聚失细胞,抑制肿瘤细胞增值而杀死肿瘤细胞。 也可通过抑制肿瘤血管生成,而抑制肿瘤生长,还可直接抑制肿瘤生长。 海带中的活性物质,能阻止多种放水元素,及有害重金属的吸收,或生成不融化合物排出体外。 排鲜毒,大量的前进入身体,容易引起鲜中毒,需要医学制剂来清洗血液。 不过这常吃海带就能避免这个麻烦,其很容易与海带中的荷藻酸结合,并通过消化道将鲜排出体外。 在鲜污染严重的地区,多吃海带具有排鲜保健功能。 温不顺气,我们经常看韩剧可以知道,韩国人和日本人经常喝海带糖养生。 这是为什么,从中医角度来说,海水性数以冷寒凉,生长于此的海带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抗寒能力。 海带性未鲜,长期食用还有温不顺气的作用。 人体如果缺乏钙、铁、点,就会影响心肌、血管肌肌肉的伸缩性和兴奋性。 可能体温过低,怕冷,而海带复含钙、铁、点,因而经常喝海带汤,更增加人体抗寒能力,消除乳腺增生。 警战研究发现海带可以辅助乳腺增生。 这是由于其中含有大量的点,大约每100克海带中含有300毫克的700毫克点,可以促使卵潮绿泡黄体化,从而降低体内磁激素水平。 室内分泌失调得到调整,最终消除乳腺增生的一化,达到预防乳腺增生的目的。 而且,海带能软肩散结,能使血动气场,肿快消退,驱痰,人们平常吃的海带,就有学出道痰的作用。 海带威胁、性寒、硅肝、肾经、其纤维素可以清除附在消化岛上的细菌维菌及费成颗粒,减少痰的堆积。 具有消痰软肩、粒水消腫之功效,用于慢性之气管炎。 消喘时,可做成海带糖浆或凉拌海带,坚持食用。 老胎需除此而罢病又因消除,效果颇佳。 消水中,海带上常附着一层白霜式的白粉,甘露醇。 它是一种贵重的药用物质。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,甘露醇具有降低血压、力量和消肿的作用。 另外,海带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和食物纤维。 能清除附着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,调顺肠胃,促进胆固醇的排泄。 养颜苦发,海带之可以美容养颜,用海带熬成的汤汁泡澡,可以润泽肌肤,使皮肤清爽气候,光洁美丽。 海带中的点几为丰富,它是体内合成甲状腺素的主要原料。 而头发的光泽就是由于体内甲状腺素发挥作用而形成的。 吃海带要注意的是像,先蒸后泡,把海带放在蒸笼里,干蒸半个小时,再用水冲洗。 这样又脆又难,海带含有褐藻胶、海藻酸等物质。 一经吸水,就会使海带表面出现粘稠状胶体,阻止水分进一步进入,因此很难再煮透。 此外,海带中的营养物质,如水溶性维生素、矿物质等也会溶解于水。 长期浸泡,营养价值就会降低。 干海带上面那层白霜甘露醇,是一种很珍贵的药用物质。 但是甘露醇可溶于水,如果洗了再做菜,就浪费了。 海带别吃根,吃海带时,许多人格外爱吃又软又糯的海带根。 可是这样却给自己身体埋下了健康隐患。 据测定,虽然海带根的营养比海带叶要高, 但其中铝的含量也较高,每100克海带根含铝135微克, 而海带叶子为5.7微克,摄入扩量的话会损伤大脑, 还可能出现贫血、骨质疏松等病症。 吃海带后,不要马上喝茶潮含油酸, 也不要立刻吃酸色的水果,酸色水果含植物酸。 因为海带中含有丰富的铁,一伤两种食物,都会阻碍体内铁的吸收。 患有假抗的病人不要吃海带, 令海带中点的含量较丰富,会加重病情。 海带不但价格低廉,方便储存,做出来的菜也很好吃。 凉拌海带是非常美味的凉拌菜,海带可加虾皮煮汤, 鲜香清爽,咸辣适中,可普大补点, 撞骨酱鸭,是很好的养生长寿糖。 海带排骨当时一刀的鲜美烫水,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。 补水,排毒,经常样养型,还能炙散冬月的寒冷。 海带可清炒,也和很多肉菜都非常搭,能吸走多余的油脂。 海带炒菜花不仅好吃,还能清化血管,解毒肝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